大家好 我是老程 今天 我在 我自己 阿省的一個獨立屋 向大家 介紹一下 我買這個房子的過程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 為什麼 我買了房子孝 而我的鄰居 他買了房子孤 大家可能會 說 你講的太誇張了 不可能 我跟大家說 我講的都是事實 我的鄰居叫David 他 前年 哭著 對我說 他 他 付不出 就是每月要交給銀行的這個 分期付款 他說他想 放起這個房子 他和我 為什麼有這麼不同的遭遇呢 一個 一個就是我們兩個人 買房子的時間點 不同 他是 2007年 買的房子 那時候 美國的房子 非常的貴 而且一直往上跑 很多人 都為了房子 發瘋了 都把資金投入到房子去 好像買了房子 就 買了一個發財的渠道 這是 他的房子 我的幾個鄰居 基本上 都是在這個 房子最熱的時候買的 他買的這個房子 是 15萬多 在馬省 這個房子 也不算貴 因為我們這個 市 是在馬省的中部 不在馬省的東部 馬省 是 越是東部 房子越貴 越是往西 房子越便宜 而我們這個地方 是比較便宜的 他買了房子以後 到2009年 美國經歷了一場 經濟風暴 很多房子 都 進水了 我們說的進水 就是說 他要供這個房子 的錢 都已經 大於他這個房子的價值了 也就是說 他供下去的房子 也買不到 也買不到 他 這個 銀行 要他 原來 要付的那個錢 所以我們稱這個房子 是進水了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很多人 都 放棄了房子 走了 當然 這個和美國的經濟 也有關係 很多人 失業了 因為 很多 產業 都轉移到 中國 或者 低收入的 國家 像我那個房東 過去是印刷廠的功能 他也因為失業了 他在2007年 後期 房子 房子開始 往下掉的時候 他也放棄了自己的房子 也是 進水了 他就不要了這個房子 所以到2009年的時候 哀紅遍野 我們這裡 有些房子 一萬塊 兩萬塊 三萬塊 都有 當然 我的房子 還沒有 買到這麼低 我的房子是 五萬多 發炮屋 我在2009年 房價最低的時候 我買了我這個房子 由於它是發炮屋 很多人 都要這個房子 因為我們這個區還是不錯的 我 跟我的 經濟說 我付現金 所以 我就拿到了這個房子 我拿了這個房子以後 到現在 十多年 房價已經 將近三倍 而我那個鄰居 他那個房子 十五萬 在2009年的時候 他已經掉到十萬了 也就是進水了 但是 他還是堅持下來了 因為他那時候 還有工作 他是幫人家 搞公司啊 什麼工廠啊 搞那個打掃衛生 所以他還能維持 Mortgage 也就是銀行的 每個月的付款 但是 前兩年 他跟我說 他現在 已經很難找到工作了 他是在美國 土生土長的 美國人 他是單身 我那時候買房子的時候 也是單身 所以我們兩個人 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有時候 要我幫忙的時候 我就幫他忙 比如說他要把空調 裝到窗口去 因為空調很重 他一個人也搬不動 所以我就幫他 做一些 一個人所不能做的重活 有時候我需要他幫忙的時候 我也會叫他來幫個忙 比如說我要把 協盟司從院子裡 搬到我的二樓 因為我們的 過道比較小 所以我們只能 只能從窗口裡 把協盟司 搬進去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叫他來幫忙 給我 在下面推一下 我在上面拉一下 把協盟司 我搬到我這個 可聽的屋頂上 然後從這個 從這個 可聽的屋頂 通過這個窗門搬進去 所以我們兩個人 還是 談得來的 他有什麼事情 有什麼苦惱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都會跟我講 我們兩個人 相互幫助 因為是鄰居 有什麼事情 只要叫一聲 也非常叫得硬 他前年 過來跟我說 他說我要 走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現在 我很難找到工 因為現在有很多 東歐的移民 從 阿爾巴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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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國家的移民 到美國以後 都選擇他的工作 他說我現在 找的工 工資很低 因為 東歐來的移民 很低的 價錢 他們都肯做 如果 office 或者什麼公司 有這個生意 都會給 東歐來的移民 不會給他 這種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因為他們 出的價錢 要比他低 所以他現在 很難找到工了 那我問他 你的房子怎麼辦 他說我這個房子 準備不要了 他說那時候 在美國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一個月 要交500多塊 分期付款 雖然房子 已經 進水 也不只15萬了 只有十幾 十一二萬了 但是我就把它當作 租一個房子 500多塊 交給銀行 就好比租一個房子 所以他還是 沒有像我那個房東走了 現在 也很難維持 給銀行的分期付款 從 07年買進來 到17年走 他也已經 供了十年 十年的分期付款 我就問他 那你以後坐到哪裡去 他說 我要 搬到我父親那裡去了 我要和父親住在一起 他父親 的房子 還可以用了他 就這樣他就走了 走了以後 我們也再沒有聯繫 我也不知道他搬到 哪個州 反正 他是 韓瑞和我告別的 我那時候 我已經沒有住在這裡 我的房子都已經 全部出租了 和他也失去了聯繫 所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這一點 是沒有誇張的 是一個事實 也就是說 買房子 買得早 不如買得巧 也正好這個時候 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 她從大陸 把錢寄給了我 我也要感謝我的女兒 現在 美國的房子的房價 還在 逐步的提高 我在 馬省另一幢房子 現在的價錢 也佔了將近一倍 我也是全部 租出去 我現在 和我老婆坐在一起 好了 我今天 就和大家 分享到這裡 我作為一個房東的 經歷 感謝收看